小蓝猫到我家了 昨天没看到蚊子的朋友 也许还不知道小蓝猫为什么来到我家 简单说一下原因 主要是小蓝猫现在的救助人 他家有一只被救助的猫 昨天查出了猫瘟 他家还有别的被救助的猫需要照顾 所以没有过多的精力来照顾小蓝猫 原来救助人家的卫生和经济条件 又不太适合小蓝猫的看护 所以现在小蓝猫暂时由我们来照顾 就得辛苦你们了 他还在咕噜呢 咕咕咕 可逃了 还有那个咬笼着 咔咔咬 还爬笼着 虽然那个小后腿不辣劲 但是前腿可凹死了 他把那个屁股呢当成第三点了支点 对 两条腿和屁股一起着地 那两条腿基本都不太用了 你得累了待会给你擦一擦 看到那个大笼子就是给你准备的 但你太小了 那么大地盘里睡得也不舒服 老下去 我们东北那个 坐在炕上 打牌的那种 那小姿势 这你可能是啥 看着你是吧 是他往我这边瞅 照过这几天吧 就像有点感情的似的 跟我凉 你看这小姿势 要不要晚上喂他一把 喂他一次呢 喂他呀 看看少喂点水也行 我带来小块鸡腥肉 行 他可能吃 这两天跟我那块吧 就吃猫凉了 我那块也没有啥营养品 其实有煮着罐头 但是孩子有点小 偶尔喂凉了 真的 哎呦 老有花儿的欲望了 跟我那块吧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因为猫太多了 需要管的猫太多了 他就跟我俩说 这爱的跟我那块儿 有点着罪 跟那个大叔大姨家呢 那就也着罪 觉得他那个环境卫生 不太利于他 对 尤其他这个入创感染 就是那个环境卫生造成的 因为那个大叔大姨 他不会整 正好我这几天我也 我也犯病了 他俩就一起 共同功课 疾病的困扰 他现在自主排尿还是行 他能自主排来尿 能自主排练 就是 现在不能吃花儿盆感染了 那个屁股后面是感染的 反正找了不少罪 但是挺顽强 非常顽强 对 我们也是希望 和你一起继续顽强地走下去 对 能在你这块儿呢 我就非常放心 他是 病猫 他要是 现在不是猫巾的可能性 要直接就拿到五楼 我那时候 有个猫的猫巾了 所以说他 跟它在同一个屋 有点担心 但是过七天之后 咱们得一样个毛纹啥的 要是没有挺健康的话 就可以去见小菊宝了 两样的去见菊宝 这菊宝太逃了 它伸手进来 把你拽两下 你就是有点散了 那菊宝现在谁也不怕了 上去和大妈妈打 还不吃亏 它当然上楼就跟着我们 这个应该是小妹妹 因为下面磨得太烂了 分不清了 斩定是小妹妹 小家伙 你看你一动它就看你 它是这猫也挺有 就是感恩的心 就这两天接触 它就老仇我 放心吧 牧中有人 这是你会受到更好的照顾 你这幸福的猫生就开启了 你是打哈气 我又以为你和我打招呼 让你的属于救助的人 回家了吧 那行了 拜拜了 拜拜了 感谢啊 感谢我大哥 帮我们解决不少后顾自由 把人一起吧 一起关心的 谢谢大哥 支持我们的旧路 嗯